今天我們好神大調查 要調查一個 我們很多人會碰到的問題 就是我們去健檢 但是報告回來 對 那你就會開始有很多的問題 產生 所以今天我們有一些試調的題目 我們先來看第一題 健檢能找出病原檢查門 是救世健康嗎 這個全國爸媽的選擇 百分之三十幾 他說當然啊 不然我幹嘛要健檢呢 不過反正六七點二說 不一定喔 還是要注意喔 所以其實懷疑的人還滿多的耶 對... 健康檢查顧名思義 你覺得很健康 你去做檢查 可是我們在場的醫生一定遇過 很多病人一進來告訴你 醫生 我胸悶胸痛 我要做健康檢查 我說你胸悶胸痛要 針對你這個病情去做檢查 你要做一般的健康檢查 找不出來 去做了心電圖X光 有沒有事 沒事 可是病人還是在幹嘛 還是胸悶胸痛啊 那問題是 胸悶胸痛 跟他的心臟的關係解除了嗎 跟肺部的關係解除了嗎 還不一定 而且市面上的健康檢查 都知道有幾百塊的 兩三萬的 對啊 還有高興的 我們先講喔 我們政府本身健保有針對 四十歲以上 三年可以做一次健檢 六十五歲以上 每年可以做一次 這個基本的要先做啦 那這款看你本身 我們常說女生有特殊的 你這些基本的你都先做 那其他你有說 家族有遺傳的 假設說你家裡有什麼一些 什麼低情肝炎的 的垂直肝癌 或其他問題的話 這樣的完整性會比較大 所以我想我們的調查結果 算是大家觀念算是正確 對 那我們來看第二題 題目是什麼 健檢結果上 有看不懂的名詞 就會很擔心 那我們看看大家的態度是什麼 來 二十六點一的人不會擔心 看不懂就看不懂 這也是很樂觀 太樂觀了 對啊 然後會擔心有七十三點九 其實還滿多的七成多 健檢報告上面出現 哪些字眼看起來很嚇人 但其實不用太擔心的呢 來 今天醫師來做一下解答 來看看 哪些字眼看起來很可怕 但是不用太擔心 每個字眼都很需要擔心 對啊 十公斤某定 一事不正常 完蛋 一事真的很恐怖 對... 不正常會更嚇死人 因為像我這邊拿著一張 就是我們醫院在做那個 抹片的報告 那因為它是一個明信片記 所以它不能夠把這個資料 寫得太詳細 因為怕說萬一不是你拆封 所以它很就是一些 關鍵性的字眼說正常 說有發炎 或者是說有這個 看一下是什麼 對 所謂的 那問題是它 疑似不正常 因為它又希望說 你應該要進一步的去做這個 這個確診 所以它就寫說 那因為抹片 事實上在我們的國家 這個國健署 它是有一個壓力戰 就是說 說它會有一個說 除了我們醫院做以外 那個地段的那個護理師 還會去追 所以當他們醫院的 告訴他 就是這個病人做的是 疑似不正常的時候 他可能就會打電話到你家說 那個 整個好可怕 你趕快回醫院 那之前就有病人 就是說他們來 那事實上就是說 我們在做採樣的時候 可能那個細胞的量 比較不足 所以會看到就是說 有一些發炎的細胞 跟一些怪怪的細胞 那所以他就建議說 他要回診 可是因為就是 只有勾了這一句話 請速回診這樣 結果剛好前陣子 我又出國 那個病人就 一直掛不到我的號 好不緊張 它就更緊張了 結果一來的時候就說 那個詹醫師因為回來 限號 就當場在門口就大哭說 我都已經不正常了 你們怎麼還不給我掛號 那後來我就說 好 沒關係... 給他交號 可是你要等一下 等到最後進來就開始話圖 跟他解釋說 所謂的癌症跟正常之間 有一些疑似的部分 我們可能要再確認 你只是這個疑似的地方 病人就開始生... 本來很高興說我沒事 接下來下一秒鐘就生氣了 我等了一個早上 就為了聽你講這一句說 對 疑似不正常 搞到都疑似精神不正常 而且他講說 等了一個早上 其實他在等你之前 其實應該一兩個星期 對 沒錯 所以他就說 他就說我等了你一個早上 結果剛剛他下了一句話 他就講說 事實上這兩個禮拜 我根本就沒辦法睡覺 對 我坎坷不安 可是因為我們又沒有辦法說 每個正常的都打電話 告訴你說你正常 那個量太多了 所以我們只能針對 不正常的部分去 去專注 去追蹤這樣子 因為國健局這個 世大癌的篩檢 他發報告給各個醫院 只要不是正常的 他都一定要追你 去做下一步的檢查 要回證 所以那小姐會很積極 我有時候病人 他就是先做乳舌 乳舌只是說 有一點不正常 可是那個他 他就打電話給我那個病人 說小姐你那天來我們醫院 做乳房攝影 感覺有點不正常 你要馬上回診 結果等了一個禮拜之後 國健局就是承辦的小姐 找不到 沒有發現他回診的紀錄 又再打電話給他說 某某某 你怎麼還沒有回診 你那個打不正常 你才不回診 這樣子很危險 他撐到第三週才來 為什麼他已經被嚇死了 他認為說 這個會員去打給他山東 他一定是有的 他怎麼可以打給他山東 這上不是 是人家一定要追到你 這個沒有辦法 因為這跟他們的那個 業務有關係 比如說不正常的 他沒有超過百分之九十以上 有叫你回診的話 他可能下次就沒辦法 承接這個業務 就是沒有完全正常 我們就會打疑似不正常 那可是很多的疑似不正常 他根本就是正常的嘛 比如說我很常遇到 還有那個乳房囊腫 你知道什麼叫結結嗎 結結就是指 就這樣而已 就一顆東西 就叫做結結嘛 超音波底下有寫說 你這個結結 邊緣很規則 裡面又沒有蓋化的時候 基本上這個幾乎百分之九十九 點九九 它就是良性的 所以你看到檢狀腫結結 你不用太擔心 因為我們一般來講 如果看到疑似壞的結結 後面都會寫 需要進一步做什麼穿刺處理 我們會寫這個 但是我們直接說 你只發現檢狀腫結結 這個你就不用太擔心了 因為太多原因 都會造成結結了 另外就是乳房的囊腫 然後囊腫是什麼 然後水泡好像隨便亂做 要講乳房囊腫 比較像是專業的超音波人士 做出來的東西 但是囊腫也有分惡性跟良性的 只是它幾乎都是良性的 我們還是要看那個水泡裡面 是乾淨還是不乾淨 那天門診已經看到十一點半了 事實上我那時候一直在加速 為什麼 因為我很想尿尿 可是我很想上廁所 可是我一般那樣 我不喜歡在門診看到一半 去上廁所 因為我覺得那會中斷我的氣勢 你就帶個尿袋 我沒辦法 對 我洗完衣服 就去把它看完 但是我那天還不錯 看到十一點半的時候 我就看到還剩下六個 就有人在外面跟敲門 那小姐去開門嘛 就一個大概三十幾歲 四十幾歲的女性 手上就拿一個大袋子 我一看就知道是病例 裝病例來 因為有一點病例露出來 因為她拿病例來 我就想說一定是個很嚴重的病 很擔心 我就說好 給她教 最後把那六個都看完 就剩下她 她一走進來 就把那病例這樣拿出來 就說江醫師救救我 我想說以我以前的經驗 這個九成九是乳癌 而且很嚴重 很莫及的那一種 才會這麼著急 一拿好大一本 一翻開 我看不太對 什麼時候寫健檢報告 一般都是拿別院的病例 已經切變好了什麼 他說你健檢報告 就翻給我看 腦腫耶 我說我完了 我就跟她講 我說 還有嗎 她說這樣子已經夠了吧 還有什麼還有 我就說你真的 你真的不要擔心 這個真的沒有什麼問題 她說你不要安慰我 你不用騙我 你老實跟我講 我那時候拳頭已經握起來 你知道嗎 我想說 我想要 她說你幫我做 我可以支配 我有錢 沒關係 我聽到 拳頭越歐越劇 真的很想打了 我又跟她解釋了二十分鐘 她終於就是破地圍下 終於知道說 這個真的是良性了 那我也終於可以去尿尿了 沒有尿出來 對 沒有沒有 我只想說這個 真的是沒有問題好不好 那個健檢報告 它裡面只要不是完全正常 它就一定是跳紅字 是 但是跳紅字 你要看清楚它裡面在講什麼 它通常後面會有建議 它後面的建議明明也是寫說 請你六個月之後再去追蹤 他就會一定覺得自己有癌症 這個是莫名其妙 其實就像佳醫師講的 現在大家要做健檢 最怕的就 會喔 像我們健檢的話 常常有些民眾看到說 肝有長囊腫或血管瘤 嚇得要死 對 不會變癌症的 大家可以放心 是 那另外就是肝的血管瘤 其實也是良性的 不用擔心 它不會堵住什麼嗎 不會 所以最理想一公分以上 我是建議說 不妨做一個電腦斷層 會很特別 對 那另外就是說 我們有 好專業喔 還有一些貴的鞋肉 實際上膽囊鞋肉呢 百分之九十九 都是小於一公分的 那個 都是膽固醇鞋肉 一般都不用擔心 那大概大於一公分的話 就比較有機會 有可能是 也許有膽管癌的可能 這個機會也是很低 但是有這個機會 所以我們臨床上 一般就是說 如果小於一公分的 去觀察就好 那如果是胃的鞋肉 其實擺 你可以切片 一般分做三種 第一種就是 肌底腺鞋肉 這個大概佔了百分之九十以上 大家不用擔心 這個不用去處理 那第二種的話就是 那增生性的鞋肉 這個小於一公分的 大概都是良性的 那如果有大於一公分的話 大概有百分之一的機會 它可能會轉變成為這個 胃癌 那還是把它切掉會比較好 那如果是 第三種那種現流性的 百分之五十 將來會變胃癌 所以不管它多小 都是殺無色 全部要幹掉 那如果說是 大腸的話就剛好相反 大腸的話大部分 大概百分之九十 只是現流性的這個肌肉 那將來有機會會變大腸癌 所以看到也是殺無色 不過說真的 因為看到這些真的會有一點害怕 對不對 所以這種東西解釋清楚就 原來如此 對... 其實幾乎所有的健康檢查 包括學校的那個學生的健檢 幾乎都會驗尿 那他們驗尿 常常都是用柿子去驗 那其實柿子去驗很敏感 它只要驗到一點血紅素 然後它就馬上會呈現陽性 那一陽性的時候其實就說家長 就會壓著小朋友過來醫院 就很擔心 我兒子是有前天性的腎臟病 那這個是不是未來會洗腎 那如果是年輕 大概緊張年輕女孩子就會說 陳醫師 我是不是得了腎臟癌 膀胱癌這一類的 他們會非常緊張 因為這樣子 台灣洗腎的人太多了 所以我們只要看到 只要是尿易腎臟檢驗有異常 包括都非常的緊張 那其實大部分的尿易前血 後來再檢驗都是沒事的 那其實因為會引起尿易前血 是前血陽性的原因很多 但大部分在女孩子方面都是 有一些 不小心沾到的 然後再來有一種就是 女孩子常常憋尿 膀胱發炎 憋到也是前血陽性 剛好他又去做健檢 那當然就是陽性的 然後再來就是學生的族群裡面 有些學生他們去做健檢前 就是那天他驗尿之前 在剛上完體育課 水又還沒有喝 趕快去保健師 塞一泡尿要給老師教材的 結果一驗出來就是陽性 那有時候就是 劇烈運動完你水分又不足的時候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尿易之中 每天都會有一些紅血球排出 那是正常性這樣 可是當你水又喝得不夠 尿易被濃縮了 這時候你去驗起來 就會覺得什麼血紅素上升了 然後再來就是你劇烈運動的時候 有時候有一些季紅蛋白 它就會透過腎臟 這樣子分泌出去到尿易裡面去 不過基本上就是看到這個東西 大概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沒事的 但還是建議你還是去找醫生 商量一下好了 所以我們都叫病人 我們再重驗一次 你去灌水 你給我喝個兩千嘶嘶的水 再去驗一次尿 那驗出來大部分都正常 因為看到淺血也是 你就覺得大便淺血很恐怖 尿淺血也是很恐怖這樣子 你怎麼知道 我要解釋的是腫瘤指數 到底知道什麼是腫瘤指數嗎 就是你可能會得到腫瘤的指數 你講得非常對 我們醫學上最理想的腫瘤指數 就是指說 好 比如說我可以找到一個 腫瘤指數叫 你會對應到乳癌 你得到一個腫瘤指數 比醫生高你就是腦癌 西醫生高你就是胃癌 那就是百分之一百 很棒 為什麼腫瘤會有腫瘤指數 你想想看 腫瘤跟正常的細胞 它的基因表現是有點不一樣的 所以如果這個 比如說你正常的細胞 變成癌症之後 它如果會分泌一個東西 跑出去到血液裡面被你測到 這個就是最完美的腫瘤指數 可是事與願違 怎樣 事與願違 一樣的腫瘤指數出來 所以變成說一個腫瘤指數 很難是只對應到一個癌症 第二個是 更慘的是 很多情況之下 即使你沒有腫瘤指數 即使你沒有癌症 也會驅使你一些正常的細胞 去分泌這些腫瘤指數出來 還有第三個更慘的 很多時候 明明已過已經有癌症了 可是腫瘤指數就是不升高 像你自己看 我們這個板子上面 我們看第一個CEA就好 你看後面一大堆癌症 都可以這個高 更慘的是 還有很多情況 也會造成它的高 根本就不一定要是癌症 對啊 還有更慘的是 很多這個癌症 這個也不高 所以我才說腫瘤指數 有很大的意義嗎 所以這張要丟掉的意思嗎 可以 所以我才說腫瘤指數看高 不用太緊張 但是我覺得是要看趨勢 是要看趨勢 我舉個例子給各位聽 一個女的跑來找我 她說我下個月要結婚 可是我的腫瘤指數 二百五十二百五十 她有鼻子肝嚴 她說完蛋了 我得肝癌 我完蛋了我得到肝癌 有沒有 結果你知道後來還是怎麼樣 懷孕 真的喔 對 她後來月經三個月沒來 我說後來查出來她懷孕 我就說你月經三個月沒來 你自己都不會緊張 她說就在忙著 婚事沒有在想這件事情 那你知道為什麼懷孕 為什麼 很多的腫瘤指數 是什麼來的 我跟你講你剛出生的時候 你去測那個小朋友 一大堆腫瘤指數都是高的 有很多的腫瘤指數 他們當初就是小孩子在工作 那些腫瘤指數表現的基因 通通都沒被關掉 是你長大之後這些東西被關掉 只是後來它變成癌症的時候 又把這些東西又打開來了 所以你如果肚子裡面有個小寶寶 他的那些基因還沒被關掉 那會不會一直表現呢 他會經由期待血就回到 就經由期待就回到母女生 所以孕婦不要去測腫瘤指數好不好 會有很多都很高 等你生完再說 這好有趣喔 所以事實上 那個懷孕的媽媽 不只是腫瘤指數 很多的這個抽血的報告或檢查 都不可以用常人來判斷 因為如果用一般人的標準 可能你都會嚇死 所以有時候我們的那個範圍 可能會換寬 譬如說我們抽血 最常見那個白血血 那個發炎指數 那還有剛剛講到那個 就是那個胎兒球蛋白 就是在糖質症篩檢的時候 會做這一項 那為什麼呢 就是說我們除了可以看媽媽 也可以看寶寶 有沒有這個風險 糖質症很風險 但是他比一般沒有還的人 那個數值是高的 所以我們才可以去監測到這個數值 好有趣喔 我覺得產前的媽媽 真的會非常的緊張 對 然後我們那時候都要做 很多的測驗嘛 之前我有一個朋友 他就是去做那個產前檢查 然後他就查出有一個 指數是 ANA抗核抗體 紅字變高 聽起來就好像有絕術 好絕術 你再給你這一杯 他沒有學問的感覺 ANA抗核抗體指數變高 感覺像是某個航空公司 對啊 ANA有沒有 是ANA 對 然後那時候他就是測出來 然後他就因為看到紅字變高 那當然你知道孕婦 我覺得是比一般人 都還要緊張 然後那時候他們就說 你這個不行 你這個呢 醫生跟他說你如果你這個 紅字變高的話 會有一個狀況就是 你自己的免疫系統是有問題的 所以你可能會導致兩個狀況 一個呢就是流產 然後另外一個呢 就是就算小孩是生下來 但他很有可能會有 紅斑性狼腸 然後想看媽媽聽到這個 是不是你知道 情天噴嚕 對 情天噴嚕就嚇死了 然後呢 醫生就建議他說 那你趕快去那個 風濕免疫科去檢查一下 他當然趕快手刀殺去啊 然後做了一堆什麼 抽血檢驗啊 blah... 然後最後 風濕免疫科的人跟他講說呢 你這個是完全沒有問題 然後他就很生氣那個 你知道 婦產科醫生他就覺得就是 而且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緊張 可是這個為什麼會落差那麼大 病人一定會問我們說 這個A.N.A這個數字不正常 會怎麼樣 那基本上我們知道A.N.A 如果說一般來講的話 正常是一比八十 是陰性反應就沒事 那如果是一比八十到一百六之間呢 我們就說這是一個灰色地帶 那有可能譬如說你太勞累了 或者說本身的免疫的這個功能 真的是有一點點問題 也有可能 但是如果它大於3 三百二以上的話 那真的就有可能有問題 就要進一步的去做檢測 那通常病人來的時候 都會問我們 同樣的問題說 那這個A.N.A不正常會怎麼樣 那我們就會跟他解釋說 可能沒有問題 但是也有可能是什麼... 這樣子 那病人通常前面那段 可能沒有問題 他就不會聽到 他只會聽到後面什麼事 就是會紅斑性囊差會怎麼樣 事實上這個紅斑性囊差的診斷 我想有時候說 叫做下下病人 就是說希望他能夠 把這個完整的檢查都做完 才能夠告訴他說 你真的沒事 還是說 你真的是有事這樣 可能會比較好 那像這個AMH 是很多人在做這個 不孕症的檢查 或者說 很多人會來這邊說 我想要測測看這個 卵巢的庫存量 那基本上它是有一個標準是 二到六之間是一個正常範圍 那有一次就像這樣 在錄節目之前 那我就剛好聽到 幾位工作人員他們在聊天 我就聽到有一個工作人員說 我這個卵巢超好的 他又要說他的AMH是十幾 聽了以後我說不對 所以就忍不住就要插著說 AMH十幾 這個好尷尬 本來很驕傲說 老娘的卵巢很痛 我說AMH十幾 這樣 那我就說我們正常的標準 是二到六之間 那如果說 因為大家都知道說 如果小於二 就開始就代表說 你的卵巢功能 庫存量是在走下坡 可能這懷疑的能力就要下降 所以他認為說 小於二是不好 所以我這十幾是超棒的 越大越好 事實上不是這種太高 就是說過猶不及 都不是一件好事 對 我們常講啊 當你知道有問題 看到洪志來看醫生 基本上這是好事啦 那其實現在大家都很怕糖尿病 那糖尿病一測 血糖一偏高 就跑來看醫生 可是說實在的 其實現在大家對於糖尿病 就是說 那很多人 一些禮辦公室或幹嘛 真的是有很多功能 真的很熱心 下午兩三點就去做檢查 那很多都是剛吃飽才來抽 其實放後一抽 血糖一定大於一百 對 那其實肌膀器做出來 基本上是不準的 那再過來說 有時候提到說 報告不正常你會找醫生 不過報告正常就沒事嗎 我們常說很多病人 他本身糖尿病 在別的地方吃藥 他覺得說別的醫生 給他的藥太多 他覺得說 結果他就去別的檢驗所做檢查 我們便知道要空腹 八個小時 結果這病人很厲害 他空腹十二個小時 兩餐沒吃 結果一抽血 血糖很低 可能只有八十幾 九十幾 就跟醫生說 醫生我是糖尿病好了 不用吃藥 想說奇怪 這個病人會做這種事 我們要再加一驗一個什麼 糖化血射數 結果一驗 糖化血射數在多少 還是在九點多 十點多 所以我們常說 其實有時候 我們醫生看病 都在跟病人幹嘛 玩什麼 對 那病人到底乖不乖 我們醫生要專業去了解 那我常說其實 不管你做任何的檢查 你有什麼需求 你有什麼擔心 跟你的醫生討論說 你該做適合怎樣的健康檢查 檢查出來做報告 如何解釋 這樣你才會做得清安 錢才會花在刀口上面 這個是像這個糖尿病 很多人的害怕 腎臟也是嘛 現在大家都好像很會看 腎臟的指標 對啊 我們腎功能主要是看 那個 幾乎所有的健康檢查抽血 裡面一定會有這個套餐 那大家看到這個 因為這兩個數字 如果上升的話 就代表腎功能不正常 那基本上 因為這兩個東西 尿素蛋 肌酸肝的話 他們本身是身體產生一個 自然的代謝物 那是要靠腎臟去排除掉 如果你腎功能不好的話 代謝不掉 它數字就會上升 我們這個住院有個病人 那個肌酸肝那時候 阿嬤她肌酸肝二點多 二點一樣 二點二的樣子 老實說這個沒有到很高 雖然是腎功能不好 但是其實阿嬤已經完全沒有小便了 完全沒有小便了 而且完全吃不下噁心嘔吐了 後來掃操音波掃起來 兩邊的腎臟都已經萎縮了 事實上我就跟家屬說 這個情況就應該 我們要先給阿嬤洗腎了 阿嬤才能過這一關了 那家屬問我說 基酸肝多少 我跟她說二點一二點二 家屬馬上拿手機起來搜尋 不對啊 我手機查到了 基酸肝都要超過八 超過十以上 才要洗腎 那為什麼 為什麼你要叫我阿嬤洗腎 結果我就跟她說 她阿嬤那時候已經九十九歲 然後阿嬤的體重只有三十六公斤 皮包滾了 已經淪淚了 那就全身皮包根本都沒有肌肉量 那已經完全沒有小便了 點滴也打了 尿都還是出不來 這時候我們真的 就只能先給她洗腎了 結果她一洗的時候 阿嬤就醒過來了 她就醒過來了 然後她也吃得下了 對啊 所以其實不能用這個數字來看 那另外呢 就像我們的數字裡面 還有一個叫尿素蛋 尿素蛋也是 評估生功能一個指標 那尿素蛋其實它的誤差更大 那像有一些病人 在使用類固醇的 那因為類固醇使用了 會讓你的肌肉消耗掉 那肌肉消耗掉 肌肉在分解的過程裡面 會釋放出很多 因為蛋白質被分解掉 就會產生含氮的廢物 那這些就會在血液裡面升高 所以在長期服用類固醇的人 就會發現說 她的尿素蛋怎麼比較高 那我之前門擠那個住院病人 又碰到一個那個尿素蛋 那收到兩百二十幾 那正常只是二十以下 那兩百二十幾 然後那時候就是 那個另外 就是另外的科比較照會 我們聖誕科 評估要不要洗腎 所以我們就一去看 那尿一天有出來兩千多 那為什麼尿素蛋這麼高 那其實激酸肝也沒有到很高 激酸肝只有一點多而已 那水也都灌得很夠 那為什麼尿素蛋上升到那麼多 結果一查原來它是 胃出血 它大量的胃出血 那你知道我們那個血 那個血液裡面 因為紅血球在胃裡面 然後搭出血之後 被胃開始消化液 消化吸收之後 那紅血球會破掉嘛 釋放出一些寒淡的肺物 那這些被身體的腸胃道 大量吸收的時候 尿素蛋就馬上就上升了 那被釘到它升功了壞掉 也就是你現在 你去吞了豬血糕 你吞十條豬血糕 那你馬上去驗的話 你的尿素蛋是上升了 對 是 快吃 然後這麼無聊 好吧 所以這個是 也是很多人看到腎子數 要不就是太輕忽 要不就是太緊張 其實因為像我們醫院 在做這個健檢報告 我們其實都有配套措施 就是醫生看完 然後如果有問題的 其實都會轉接到營養師這邊 那通常在醫院裡面 寄回去的報告裡面 通常它都會附一張 所謂的這個五個指標 這五個指標就叫做 代謝症候群的指標 那其實各位觀眾 你可以看這個手版裡面 因為它其實五個指標 如果你有三個 你中了三個 你就稱為是 那如果你中了一個 就所謂的 代謝症候群的候選人 在看診的時候 發生過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的那個病人 他做完健康檢查之後 然後醫生 我們家醫科醫師 就跟他講說 那你要照顧營養師 那因為他們是一對夫妻 來做檢查 那先生的腰圍 大概落在九十五公分 九十六公分左右 所以他就告訴他先生說 那醫生就說要看營養師嘛 那我們就去營養師門診看 結果他們兩個一進來之後 我就發現 對 然後我的爸媽就 對 坐下來之後我就說 那個姓李 我就說姨伯伯 那你媽媽 你們今天是來看那個 就是為什麼要看這個 他說醫生叫他要減肥這樣子 好 那病人的主數就是 那個男生的主數就是說 其實我只有在用高血壓 那我知道他們家從小就是 他們家是開有機店 就是說 然後三餐就是 太太都會幫他做好 煮好這樣子 那本身這個男生 其實他也有運動的習慣 結果他是覺得說 好像也還好 為什麼呢 因為他覺得說平常 因為他晚上睡覺的時候 他會喝一點點小小的藥酒 他覺得這樣子會 有點顧身體這樣子 那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他就覺得說 就是反正就是飲食他也有控制 然後他就覺得說 那我這樣子好像 腰圍瘦下來了 他就 就覺得他飲食都OK了 結果在去年 其實他這件事情發生在去年 去年秋天的時候 一個早上清晨 他去打網球 打完之後 他跟他的那個網球的球友 去吃飯 結果在十一點多的時候 吃飯 然後倒下來之後 他都讚美起來了 對 那我印象中的話 我去看他的那個病例 其實他整個生活型態都還滿健康 他就是代謝症候群的這個症狀 那後來有提到就是 他爸爸有做一件事情就是 他以為覺得他自己有瘦下來 對 其實這個也是有一個主因 在裡面的 所以事實上我覺得 有時候 你可能在看健檢報告的時候 你還是要參考這個 代謝症候群這一塊 因為現在國健署 這幾年一直在推 代謝症候群 對 因為他是所謂的 三高的前身 你就把它想成 他就是在 亮黃燈的概念 就是紅燈我們通常就是 建議要吃藥了 亮黃燈的話 你就是飲食跟運動要控制 那通常在體重控制上面來講 有效的體重控制的話 大概就是 比如說你現在八十公斤 你減了四公斤左右的話 那大概在三個月內 減現有體重的5% 其實你再去嘉醫科 找那個嘉醫科醫生 再抽血一次 再做一次這個代謝症候群的 這個檢查的話 那事實上它的數據 你就會發現很明顯的降下 但是記得就是如果要用藥 盡量不要暫時停藥 其實大家遇到膽固醇 三酸甘油之膏 千萬不要輕忽 我有遇到一個三十歲的一個女性 她就是有一次過年的時候 吃完尾牙以後 半夜突然肚子就巨痛 然後非常的痛 痛到背後還嘔吐 然後就被送來我們醫院 結果一檢查起來 是很嚴重的 出血性的胰臟炎 那這種出血性的胰臟炎 非常厲害 還引起了呼吸衰竭 還有腎衰竭 還有休克的一種 那麼嚴重 對 非常嚴重 那我們當時有給她抽過 她的 雪中的三酸甘油脂 高到五千多 非常的誇張 五千多 正常是兩百以下 她是這樣二十五倍以上 但是非常恐怖 那結果後來她還住了家戶病房 治療了兩個多禮拜 後來才出來 是 所以她遇到三酸甘油脂高 也不要輕忽 一般來講 如果在三百以上 大概一定要 趕快就要做 飲食上的一個控制 那三酸甘油脂高 跟本身的遺傳基因 還有飲食很有關係 那如果到了五百以上 對不起 要馬上趕快吃藥了 因為它隨時有可能 會有產生胰臟炎 那以前還遇過有一個 遺傳也是女性 然後她一來 不到二十四小時就掛了 對 所以有的時候 沒有第二次機會 一來就很慘 對 所以還是要很小心 我之前有一次很拖大 就我想說我沒有什麼 高血脂的問題 然後我也知道 雨時會干擾到那個指數 我想說能干擾到多少 給你加個百分之五十好不好 我應該不高 然後我在喝完果汁 吃完大餐 而且在看完整很累的時候 就趕快管他了 就給他抽血 對 我的速度好恐怖 多大 反正就自己加了 非常大 我發現不行 吃東西非常有關係 對 影響那麼大 將近差到快一倍 影響的是三酸甘油脂 因為你吃下去能量 沒有馬上消化掉 馬上就轉成三酸甘油脂 就儲存了 對 但是那個幾個重頭不吃 就會慢慢又下來了 馬上就用掉了 提醒大家一下 就是說有時候我們遇到 大便前學反應陽性 千萬也不能掉以輕心 以前就遇到有一個 大概五十歲的一個 上班族是男性 然後他 他就公司體檢的時候 就發現說 大便前學反應陽性 他想說 我就有底層 那個 以前有時候大便硬一點 有時候就會磨破初血 有時候說 這個前學反應八成是痔瘡的關係 記得上次 驗那個大便的時候 那時候大便也比較硬一點 好不容易才出來 所以他想說 這底層不要緊 結果在 而後再過了一年 結果他 他來找我之前一個禮拜 奇怪 就真的很恐怖 就是 大量的出血 一個禮拜三次 而且都是鮮血很大量 結果他真的嚇到了 就來看門診 結果一座大腸鏡 真的是大腸癌 在乙狀結腸的這個地方 有一個五公分的腫瘤 而且在做電腦斷 其實他很可惜 他如果說早一點 就是在一年前 他有大便前學反應的時候 就馬上做大腸鏡 其實他應該不會到 有淋巴結轉 所以 所以後來他又做了開刀 然後又做了化療 所以提醒大家一下 不要認為說 這大便前學反應陽性 就是痔瘡 以我們國健局的這個研究顯示 如果大便前學反應陽性的話 大概百分之五是有大腸癌 也就二十個裡面也有一個 所以還是不算低的比率 一定要做一個完整的大腸檢查 對 來看看 看到健檢報告時 從想到說 這都正常 我真的有需要做這個檢查嗎 浪費錢 而且真的有些好多錢 對 有這樣想法的人 占多少比例呢 我們來看一下 將近一半 45.9%想說 為什麼要做這個檢查 早就不要做 但是有五十四 四點一%的人 是覺得說 幸好有做 多做安心 還不再花錢 對啊 所以囉 你要問問看 你這個診所是王醫師的 還不要再花這個錢呢 應該說啦 其實你看到健康檢查報告 後面我一欄 有什麼問題 請跨什麼專科 或是請每隔三個月 或半年做追蹤 或每隔半年到一年做追蹤 應該說這句話 對大家來說 會覺得很迷惘說 其實講到說這個追蹤 我先舉個案例 這大概是上禮拜的案例 是我的護士 他的那個表姐的案例 他的表姐本身是個 就是流浪教師 就是現在當老師 不一定都能夠有固定 他三十歲的時候 當了 去當一個教授的時候 做了一個健康檢查 X光片說他有個節節 0.5公分到0.7公分 X光片檢查 他都會註記說 可以的話每年做追蹤 那經過這過了五年之後 他這五年之後 他當然都是 沒有找到很固定的工作 他終於找到一個正式的工作 又去做健康檢查 就在上個月的時候 結果X光一照 而且發現說他就在前重隔 而且 所以也說他在三十歲的時候 做了一個簡單的健康檢查 雖然只有一張X光片 告訴他有個節節 後續說可能要做追蹤 那這五年當中 他都沒有在做其他的健康檢查 因為第一個也年輕 第二也沒有因為工作的需求 可是過了五年之後 那個節節長大了七倍 他就變成一個惡性的淋巴癌 所以我們常說其實 當你看到那個健康檢查 告訴你說 你需要定期去追蹤的時候 記得那個時間點很重要 對 其實很多人在做健康檢查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種想法 就是說 我今天可能在A家醫院 今年在A家醫院做 那我可能去年是在B家 然後想說 所以通常做完健康檢查之後 現在其實都鼓勵病人回診來聽報告 才會告訴他說發生什麼事情 要做什麼改善這樣子 那通常病人在這個 都會用印象值來告訴醫生 跟告訴營養師說 我去年做那個 就是做抽血檢查 比如說像我上次有一個病人 他就說 我現在血糖好像好很多這樣子 然後我們醫生就問他說 那你去年的那個空腹血糖 還有那個糖化血色素多少 然後他就說 我覺得我有降低 就醫生打開那個報告一看 他就發現說 空腹血糖是如果在128左右 那個數字 那照到底說這個病人 128糖化血色素超過7以上 其實醫生都還是會建議 要用一點那個降血糖的藥 然後還好那個病人 是有找到他去年的報告 他拿回來發現 他去年是130劑 那所以其實很多人呢 他可能在前年的報告裡面 其實他已經高到一個階段 只是說可能因為我飲食運動 又用藥物控制 他降下來了 可是有些病像糖尿病 他一旦有糖尿病 其實我們建議 其實都是一直要用藥的嘛 對不對 所以健康檢查 其實以一般來講的話 我們建議最好是要有所謂 三年的這個報告 就是說可能你前中後 就有三年的 那醫生可能在看你的報告 跟你解釋的時候 病人的一個敘述 其實他就可以從電腦裡面 去查得出來說 你的抽血報告 你的影像醫學是多少這樣子 這樣才可以做一個判斷說 你到底這個時候 是該做什麼樣的處置 所以如果你做健康檢查 我們建議是其實同一家醫院 你可以做三年的 他其實還有前後車的比較 其實很多民眾 還也有一個迷思 就是健康檢查 我們常會檢驗一個 GOT GPT 對 所謂 有時候有些民眾就覺得說 這個指數如果正常 就不會有肝硬化或肝癌 其實這 這個觀念是大錯特錯 我就遇到有一個病人 大概是五十歲的一個男性 那他當時就是因為 上腹這邊有一點脹痛脹痛的 來看我的門診 然後我就幫他檢查 然後又發現肝其實有腫起來 然後做超音波一看 肝裡面有一個十二公分大的肝癌 十二公分喔 而且給他抽起來 那個胎兒核蛋白到一萬多 正常才十以下 它一萬多 那個只要超過四百 再這樣肝有腫 基本上我們幾乎可以診斷是肝癌 所以我就跟他講說 你這個應該是肝有一個 十二公分大的肝癌 他當場就差一點要昏倒 他沒有辦法接受 因為他說 他知道他有B型肝癌 他其實都按照醫師指示 三個月就有去檢驗所驗一次 GOT GPT 正常都是四十以下 他大部分都是二三十 偶然就四十五 那很正常 對 所以他覺得 這個應該是沒事 其實最重要的問題就是說 對 其實GOT GPT 是在肝細胞裡面的一種酵素 肝如果發炎 然後破了 血液裡面 就有時候會高起來 我們做發炎指數就是這樣 那肝癌其實主要是要測一個 就是肝癌的這個細胞 它會分泌這個 甲型胎兒球蛋白到血液裡面 所以有時候我們測 這個胎兒球蛋白會高 那另外就是還有做超音波 超音波也很好 就可以偵測到一公分以上的肝癌 所以我們一般在篩檢的時候 最主要就是 胎兒球蛋白和這個超音波 兩個都要做 不能夠 缺一不可 那一般來講就是說 是B型肝炎或C型肝炎的代源者 一般來講就是在六個月 至少六個月要做一次 那如果已經進到肝硬化的話 對不起 得到肝癌的機會大概有四分之一 四分之二十五 很高 所以要三個月就要篩檢一次 對 所以意思就是說 很多人被廣告或者是被一些 民間的一些說法 說你到大醫院檢查肝指數 你就知道你肝好不好 但實際上那只是所有肝臟 裡面功能的其中一項 小部分 對 如果你要找肝癌 抽那個GOT GPD是沒有意義的 對... 翔醫師 我還是講要選對武器 月貴的不一定最好 很多時候一個很簡單的檢查 可能比你做那種五萬六萬的 正值色也更好 正值色也 早餐吃牛奶配麵包 感覺是很健康的吃 但是網路上有人說 小心會洗澀或者是骨質疏鬆喔 因為他們都會這麼說的原因是說 我們本來吃牛奶之外 我們是希望能夠吸收牛奶中的鈣質 對 可是如果你配了麵包 那一些麵包呢 因為它希望它可能保水性 比較好 比較Q彈 所以它可能裡面會有一些 磷酸鹽的一些改良劑 當這個磷酸鹽的磷 如果跟我們牛奶中的鈣一結合 第一個 你想要吃的鈣 不就沒吸到了嗎 第二個 他說這個磷又很糟糕 因為磷如果吸收量 比較大的時候 它甚至很可能影響到你的腎功能 而且還甚至造成你的骨質疏鬆 他說所以如果你早餐 是把這個牛奶 跟這個有磷酸鹽的麵包吃在一起 你不但不能補到鈣 你還可能讓它骨質疏鬆 而且還可能會腎敗體 真的有這麼嚴重嗎 啤勵 好 因為實在是大家早餐大概都吃麵包 對 那其實麵包裡面 如果真的是有包裝的麵包 它其實為了這個口感好吃 它確實加了磷酸鹽進去 但我特別要澄清一下就是說 學理上雖然說太多的磷 它可能會抑制所謂的鈣的吸收 但是基本上我們發現 這些麵包裡面的這個磷酸鹽 其實它只是一個食品添加劑 那它主要是讓它飽水 它基本上它不會太多 多到就是說讓你的鈣質 就是鈣質完全的流失 但是我特別要提醒 相反過來講 如果你本身就是屬於是 補充的這個族群的話 你本來就已經有所謂 鈣比較少這件事情了 那我們確實是不建議 每天每天用所謂的這個麵包搭 牛奶的這個概念 那針對腎臟的這個問題 其實還要特別澄清一下 就是說你是腎臟病 又需要腺齡的這種病人的話 那確實我們會建議就是 有含磷酸鹽的東西要少吃 那包掛可能不只是麵包 可能還有一些加工的一些火鍋角類 甚至有一些餅乾裡面 它可能也會有磷酸鹽的成分 那可能就把它減少這樣子 所以其實也不用太擔心 那如果你真的還是很擔心的話 有一個解決辦法 就是如果你常常就是麵包加牛奶 你擔心就是鈣質流失的話 那你就是把牛奶再多喝一杯就好了 就是你把這個所謂的鈣把它拉高 讓我們的鈣齡比 呈現所謂的1.3比1的概念 那其實就不用擔心會固執住什麼 只是偶爾配其實是不會的啦 了解 正子攝影其實 我不說正子攝影不好 正子攝影在我們一些癌症 比較嚴重的病患我們常常在做 很常在做 但是每三個月就會做醫生 因為它可以去評估你的藥療效 因為我們之前有提到過 正子攝影就是去看那個 腫瘤細胞的代謝的樣子 因為正常來講 腫瘤細胞吃葡萄糖的速度 會比正常的細胞稍微快一點 所以當你把正子攝影 因為正子攝影它就是把那個 帶有 他爸爸同位素 他爸爸那個葡萄糖裡面 標的一個同位素在裡面 所以如果他吃那個同位素 吃得比較快的時候 就代表他吃糖吃比較快 它就會亮光 但是你知道嗎 這有幾個誤診的地方 第一個有時候你那個 那腫瘤細胞不大會吃那個 那個同位素 第二個是 有些時候那腫瘤細胞 比較小的時候有沒有 那個量的也就很不明顯 所以有些時候你把正子攝影 說正常你就一定沒癌症 那其實是大錯特錯的 這邊就有個女性 她三十八歲 她在門診找我的時候 她還沒有什麼很驚慌失措的樣子 因為她左邊腫瘤 乳房摸到一個腫瘤 快兩公分 我一摸的時候我覺得怪怪的 我說你不會緊張 我說你這個摸到多久 她說六個月 我說你不會緊張 她說應該還好吧 我說沒有變大嗎 她說好像有一些變大 我說那你今天為什麼會來 你既然已經六個月了 那你今天為什麼會緊張 她說不知道 因為現在開始覺得 好像有點痛 有點痛 我又摸摸她的腋下 其實腋下也陰茫茫的 我去幫她照超音波的時候 除了這個腫瘤之外 腫瘤大概2.3公分 我跟她說你這個是乳癌 她非常的驚訝 她完全沒辦法接受 妳知道為什麼 她說她去年八月的時候 公司做健檢的時候 她有做 她做了一些基本的健檢 那個抽血胸部的掛 她自己去勾了一個 正直掃描全身的 那時候那個正直掃描 跟她說她沒有問題 所以她那時候六月份 她今年六月份摸到的時候 事隔大概七到八月摸到的時候 不到一年 不到一年 大概隔了八個月 她摸到的時候 她覺得沒事 因為她工作也比較忙 因為她在那個工程 是做會計的 她說她沒有空 她重點是 她一直覺得正直掃描 跟她說沒事 她就沒事 她不覺得那個怎麼樣 要不是後來那個會痛 她根本不會想要 過來我們看看 我跟她說她掃描的時候 她就這樣哭出來 她說 她已經很小心自己 很怕自己會得到乳癌了 特地去做正直掃描 她會這樣 因為她的媽媽是乳癌 她的姐姐也是乳癌 所以她才會想說 我要特地去加做一個正直掃描 來看我自己會不會得到乳癌 她其實很傻 她如果那個時候 去做個乳房摄影 或是去做個 不會是Echo 或是甚至做個乳房的NRI 搞不好早就整整出來了 所以她選錯武器 所以她選錯了武器 那個東西對乳癌 沒有那麼的精準 對 所以我還說 我常常在講 健檢就幾個觀念 第一個 生病的人是來看病 不是來健檢 健檢是給健康的人做的 那健檢就要挑項目 挑你比較容易得的毛病 去選對的武器去做 你說電腦鏡幹嘛 電腦鏡不一定看得到大腸癌 可是大腸鏡就看得很清楚 你家裡大腸人乳癌 你大腸要來做乳房超一波 那你去做個陣子 當然可能會錯過 所以要選對武器 對 不過今天的主題是說 看不懂健檢報告 醫生來幫幫忙 但是就像嘉醫師講的 選對武器 然後再配合嘉醫師 來幫你做一下診斷 希望大家都可以 找到自己健康的方法 然後長長就就好不好 謝謝 謝謝 謝謝我們媽媽 我們下課之後 週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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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拜拜 拜拜 之前節目有講說 就是要訪問的話 要擦有滴臂的 對 然後 可是有網路上說 異位性皮膚炎 還有纏鬥症的小孩 不能擦滴臂 那這些小孩 要怎麼樣訪問 其實這兩個疾病 異位性皮膚炎跟纏鬥症 都不是擦滴臂的禁忌 所以其實是可以 但是的確異位性皮膚炎的孩子 擦滴臂有反應比較多過敏 就擦了以後就開始發炎 不舒服 有一些孩子 所以如果你的孩子 擦了滴臂之後會不舒服 那你可以換成另外一種 也是我們目前台灣有 叫Picaridin 就是Picaridin 那這兩種效果是一樣好 甚至它的濃度 其實兒童 大人都差不多 那只是說Picaridin 這個Picaridin 它的刺激性或致敏性 比較低一點 所以你可以試試看Picaridin 也許就不會有發紅的現象 但是至少 反正你擦防蚊 就是要擦有效成分 沒有這兩種成分以外的 恐怕就是擦的也是白擦 那殘痘症 剛剛已經講擦滴臂 是沒有問題的 那主要是如果你今天擦到 其他的防蚊液 可能裡面含有一些 髒腦 薄荷 所以最怕就是 它放的是劣質的 如果放好的薄荷 大概也不會怎樣 沒有那麼恐怖 就是讓大家知道說 殘痘症還是基本上 擦防蚊液是OK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嗯 再見 別忘了訂閱媽媽好神 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讓你即時收看最新影片喔 想要看更多精彩內容 歡迎點選旁邊這些影片喔 是的